一对绝望的老夫妻坐在土坑底部 铁锹挥洞中 眼看着自己的身体被泥土一寸一寸地掩埋 直到不能呼吸 当泥土彻底淹没 人们依然可以听到沉重的呼吸声和微弱的哀鸣 哈喽大家好 欢迎来到五岳说案 今天要给大家介绍的是一起发生在美国佛罗里达州的凶案 蒂弗尼克尔是美国历史上为数不多的女死囚犯 20岁的他伙同自己的男朋友将从小起于自己帮助的邻居一家货买 1960年代初 美国南卡罗来纳州的一所高中里 卡罗尔是一位品学兼优 长相甜美的姑娘 雷吉则是一个风度翩翩的英俊少年 两颗年轻的心相互吸引很快变成为情侣 放学后他们甜蜜牵手走过校园的小路 图书馆里留下二人笔尖学习的身影 专业高中毕业了 由于对未来的前景有不同的看法 这对曾经有着完美关系的小情侣选择了分手 喜欢冒险的雷吉加入了美国海军 军旅生涯对他来说意义非凡 因为他曾经在世界各地的美军基地任职多年 他曾经有一次婚姻 但是这段婚姻非常短暂 很快就结束了 雷吉在退伍后回到家乡南卡罗来纳州 并且在一家铁路公司找到了一份稳定的工作 卡罗尔毕业后 趋势命运坎坷 他经历了家庭暴力和两次婚姻 他的第二次失败婚姻几乎彻底摧毁了他的人生 在1987年2月18日 二次婚姻失败后的卡罗尔与女儿正在南卡罗来纳的家中 他的第二任前妇不请自来 这个疯狂的男人当着他们十岁女儿的面 朝卡罗尔的面部猛然射击 随后他逃回到马路边在自己的车内饮单自尽 幸运的是医生们挽救了卡罗尔的生命 但卡罗尔却因重创而饱受折磨 他的一只眼睛失明 随后的几年间他大部分都在床上疗伤 几乎不能做任何工作 而他的女儿朗达不得不在接下来的八年里专职照顾他 在女儿的细心照料下 卡罗尔的状况逐渐稳定 并重新获得了部分独立生活的能力 但是在1995年 他又一次遭受了巨大的挫折 他被确诊患有肝癌 而患癌的原因是几年前 他受到强伤起救时不得不输血 而医院为他提供的血液 是被禀形肝炎污染过的血液 女儿朗达回忆 当母亲得知这个可怕的消息后 她回到家坐下来 沉默了一分钟 然后对自己喃喃自语 我只是无法摆脱这个可怕的男人 他又一次杀了我 尽管被命运捉弄 卡罗尔仍然决心不拖累自己的女儿 他决定振作起来 他出去找了一份可以适应他身体状况的工作 成为一家电视电缆公司兼职客户服务代表 恢复正常生活秩序的几年后 时间来到了2000年 一个普通的工作电话再一次改变了卡罗尔的生活轨迹 在接通客户电话后的第一时间 卡罗尔意识到 和自己通话的居然是自己高中时候的初恋情人 卡罗尔问道 您是1962年在南卡罗来纳州高中的雷吉萨姆纳吗 对方回答说 是的 是我 卡罗尔激动地回答 我是你的前女友卡罗尔 我和你曾经约会过 很显然这是一次令人难以置信的奇缘巧合 在接下来的一个小时左右 他们通过电话聊天 话题从毕业分手到各自的生活经历 周围亲戚朋友的状况 一直到各自对人生的感悟 在挂断电话之前 他们才意识到自己生活在彼此附近 于是马上决定见面 卡罗尔的女儿回忆 当母亲那天晚上约会结束回到家时 卡罗尔就像一个16岁的女孩 潮红的脸颊抑制不住的兴奋 一遍一遍的叙述雷吉有多伟大 他已经多少年没有见到母亲如此开心了 卡罗尔很明显再次完全沉迷于雷吉 幸运的是 雷吉也爱上了卡罗尔 重逢不到六个月他们便结了婚 成为了萨姆纳先生和太太 结婚后一年 萨姆纳先生和太太决定出售 他们在南卡罗莱纳州的房产 并搬到佛罗里达州一个叫做 吉克逊维尔的地方享受他们的退休生活 朗达多年来与自己母亲相依为命 他非常不舍得卡罗尔的离开 可是看到卡罗尔重新找到幸福 他真心为母亲高兴 在接下来的几年中 朗达几乎每天都已远在佛罗里达州的母亲保持电话联系 但是在2005年7月 卡罗尔开始不再接听电话 刚开始朗达并不那么担心 但在24小时没有听到他的母亲和雷吉的消息后 一种不祥的预感笼罩在朗达的心头 他知道母亲和雷吉的身体状况都不好 雷吉又淘尿便死 最近还摔倒了腿 主要生活区域被局限于轮椅上 因此母亲和继父不可能长时间离开居住的房屋 他们更没有可能在没有通知朗达的情况下外出旅行 因此在接下来的几天里 朗达不断地打电话给他的母亲并给雷吉打电话 在将近72个小时没有听到他们的声音之后 朗达依然决然地出门 卡冲进自己的车里 并驱车4个小时来到位于杰克逊维尔母亲的住所 朗达发现雷吉的汽车并没有停放在车道上 柯房子里却开着灯 门铃没有人回应 朗达急切地扭动门把手 意外的是 门没上锁 所以他顺利地进入房间 柯丁与萨姆娜夫妇心爱的狗狗 麦举无力地摇动住尾巴 朗达发现桌子上被吃了一半年的食物是几天前的 就像是有人在那里享受美食但有瞬间被什么打断了 卡罗尔的手包也被放在厨房的操作台上 他的手机和雷吉的手机都在房间里的桌子上面 灶台边上的水池里还有没有被清洗的碗筷 厨房柜台上散落着卡罗尔和雷吉的药片 两种药物分别是累积的胰岛素和卡罗尔的肝脏药物 这两种药物都可以挽救生命 并且每天都需要服用 如果没有这些药物 这对夫妇不可能离开家 朗达此前一直和母亲生活在一起 他坚信卡罗尔是一个非常干净整洁的人 绝对不会在没有把厨房收拾妥当的情况下开启一次旅行 于是朗达立马拨打了当地警局电话 杰克逊维尔近的警察很快到达现场 当地警局迅速发布了失踪人员报告 一时间到处都是新闻 桑木纳夫妇在家中离奇失踪 勘察现场后没有发现任何有用线索 警方将累积的车辆描述信息发布到全州范围内 很快失踪车辆在距离杰克逊维尔军 以西约一小时车程的小镇被发现 他被遗弃在一条非常僻静 靠近森林公园的土路旁 车里面没有任何东西 但是电池已被取出 现场有点相似 车主人随即开车到森林处 没有预料到车子发生了状况 而不得已汽车离开 但是这种理论很快就被警方排除 就在雷吉的车被发现五小时后 杰克逊维尔警局接到了一个非常奇怪的电话 打电话的人叫做雷吉萨姆纳 他说他已经看到有关他和妻子失踪的消息 那完全是不正确的 实际上他和他妻子的离家是有计划的 目前他们的状况很好 很快就会回家 经常接到电话后更加警觉起来 因为电话那头的声音根本就不像一个61岁的老人 而是听起来只有20出头的小伙子 于是他们紧急地提问 你和你的妻子卡罗尔在一起吗 而对方说 是的 我和他在一起 于是一个女人的声音从电话另一头传来 同样 这个女生听起来只有20岁左右的年纪 根本就不可能是年纪61岁的卡罗尔 为了办案的准确性 警方把电话录音给朗达听 朗达非常坚定地表示 这些绝对不是卡罗尔和雷吉的声音 警察认为 这两个假装自己是失踪者的人 很可能与他们追踪的萨姆纳夫夫失踪案有关 一边积极调查来电中 号码主人的信息和通话记录 另一边警察查看了卡罗尔和雷吉德的银行对账单 发现他们的银行卡 近期在南卡罗来纳州的ATM机上使用过 并被取走了1000多美金 根据相关ATM取款机的录像信息 警方进一步确认取款人既不是卡罗尔 也不是雷吉萨姆纳本人 而取走大量钱财的人是一个20多岁的小伙子 除了依稀可以看到这个男孩开了一辆白色的汽车来取款 就没更多的线索了 另一方面奇怪来电的电话号码 所绑定的是一个假地址 这一线索这对警方的调查没有帮助 但是当他们进一步浏览该手机的通话记录时 他们看到电话号码主人 最近曾打过电话给南卡罗来纳州的一家汽车租赁公司 因此警察打电话给这家汽车租赁公司进行调查 租赁公司经理确认 有一个名字叫做蒂弗尼特尔的女人 在他们公司租赁了一部白色汽车 然而巧合的是 她租的那辆车与ATM监控视频里呈现的那辆车互相匹配 租赁公司告诉警方 他们的所有车子都内置有卫星追踪信息 警察根据卫星监控定位信息 来到南卡罗来纳州南部的一家汽车旅馆 他们最初的想法是 可能会在这家汽车旅馆中发现失踪的萨姆纳夫妇 7月14日上午 萨姆纳夫妇被发现失踪后的第六天 武装的警方来到了汽车旅馆 他们顺利地找到蒂弗尼租住的房间 遗憾的是 萨姆纳夫妇并不在房间里 他们发现了24岁的蒂弗尼克尔提 和他23岁的男朋友迈克尔詹姆斯杰克逊 还有迈克尔的朋友17岁的艾伦韦德 房间里放着数十袋最近购买的商品 电脑 游戏机 高档香水 他们还发现了雷吉汽车的钥匙 和属于卡罗尔的珍贵硬币收藏 警察将三个人带回警局 并对他们单独进行了审讯 起初 他们三个都拒绝说话而且完全不合作 几天的审讯过后蒂弗尼有点松动 他交代说 他们抢劫了萨姆纳夫妇 但除了抢劫 他们什么都没有做 并且迈克尔的朋友布鲁斯也参加了这次抢劫 19岁的布鲁斯尼克松 被很快带到警局 不同意其他三个罪犯 布鲁斯很快招供了所有罪行 当他陈述他们犯罪经过的时候 在场参与这项调查的许多警员 都不由自主地流下泪水 一切都是从一个叫做蒂弗尼克尔的女人开始的 蒂弗尼生于1981年12月3日 居住在美国南卡罗莱纳州 是卡罗尔的邻居 蒂弗尼的成长过程十分艰难 他的父亲在他很小的时候就生有很严重的病 基本无法照料女儿 好心的卡罗尔将他细心呵护 就像对待他自己的女儿一样 卡罗尔供给蒂弗尼成长所需要的一切 包括事物金钱和关爱 就在他们去佛罗里达之前 他们将汽车卖给了蒂弗尼 与其说是卖 但不如说是赠送 因为他们只是想征信地写了一个分期付款的合约 他们知道蒂弗尼没有钱 而他迫切需要一辆车 2005年的6月的一个夜晚 蒂弗尼和他的新男友一起在佛罗里达州 杰克逊维尔刚刚参加完一场聚会 此时的他们 因为没有钱赴公益租金被房主赶走 据物钉锁 蒂弗尼突然想到了卡罗尔就住在杰克逊维尔 他知道只要自己需要 卡罗尔总是会帮助他的 午夜十分卡罗尔打开大门看到了蒂弗尼时 马上就高兴地惊呼 我的天哪 好久没见到你了我的宝贝 蒂弗尼向他们解释 自己和男朋友旅游途经此地 顺道来探望 是否可以在这里留宿 雷吉马上说 绝对没问题 你们就是这里的主人 想住多久就可以待多久 卡罗尔会为你们准备丰盛的饭菜 在餐桌上聊天的时候 桑姆纳夫妇无意中谈到在南卡罗来纳州的房屋买卖 他们赚了99000美元非常开心 因为有这笔钱 他们的退休生活舒适很多 听到如此消息 蒂弗尼和麦克尔互相交换了眼神 从此 一个邪恶的抢劫念头开始萌芽 次日早起 想用完卡罗尔煮咖啡和早餐后 他们就离开 一上车 这对邪恶的小情侣就开始计划 如何回来抢劫这99000美元 一个月后的7月8日晚上 艾伦和布鲁斯出现在卡罗尔家门前 卡罗尔是卡罗尔 他并不认识这两个人 但像他平常一样慷慨大方地说 小伙子们 我能为您做什么吗 果然如同蒂弗尼所说那样 这对夫妇很容易被利用 当得知他们的车坏在路边 需要借下电话来找托车公司 卡罗尔欣然同意 就在两个小伙亲们的一瞬间 走在后面的艾伦迅速地带上房门 他们很快就把卡罗尔的手脚绑了起来 卡罗尔发出的轻呼声 被在地下室的雷吉听到 雷吉的腿骨折了 本身就很虚弱 所以很快被制服 塞姆纳夫妇被丢入沙发中 他们的头上缠着胶带 滞留了鼻子下面的一条缝 用来呼吸 布鲁斯给躲在附近的迈克尔和蒂弗尼发感性 蒂弗尼在外面坐来的车礼方上 而三个年轻人一起将房子洗劫一遍 所有贵重的物品 钱包 银行卡都被他们找到 塞姆纳夫妇本以为他们抢劫完财务后会离开 但是这些年轻人根本没有放过他们 就在洗劫完他们的房子之后 老两口被更加扎实地捆绑起来 并且被丢到蒂弗尼坐来的车后备箱里 离开时候他们还把雷吉的汽车也开走了 两辆汽车一前一后开了大约40分钟 进入佐治亚州的边境地带 道路越来越窄 而且变成了土路 他们持续开车静止来到一片僻静的森林 这里并不是一个随机的地点 而是蒂弗尼和他同伙提前两天到场 进行魏赛姆纳夫妇挖掘的一个大土坑 他们打开后备箱 当时正值100华氏的高温天气 后备箱里的温度甚至更高 喀罗尔和雷吉满身都是大汗 手腕上和脸部都沾着胶带 他们紧紧拥抱蜷缩在一起 哭着祷告着 看样子他们已经非常虚弱 即使没有捆绑他们也不会逃走 这时萨姆纳夫妇才意识到 蒂弗尼居然是对自己行凶的人 我们能想象到这个无助的老人 他们是多么的伤心欲绝 这个被视若子家女儿 从小到大被自己精心呵护的女孩 以一种令人发指的可怕的方式背叛了他们 迈克尔抓住了雷吉把他扔在地上 艾伦把卡罗尔推到土坑边缘 此时他们还不忘将待在卡罗尔耳朵上的的猪包扯走 他们逼问雷吉银行账户和密码 雷吉全部都告诉了他们 并且哭泣着恳求他们放过自己和可怜的卡罗尔 但是此时的匪徒根本就不理会他们的恳求 并以极端可怕的方式活埋来结束了他们的生命 一对绝望的老夫妻坐在土坑底部 铁锹挥洞中 眼看着自己的身体被尼土一寸一寸地掩埋 直到不能呼吸 罪犯布鲁斯在后期的供词中说道 当尼土彻底淹没萨姆纳夫妻之后 他们依然可以听到沉重的呼吸声和微弱的哀鸣 2007年10月 蒂夫尼克尔被指控绑架罪和一级谋杀罪成立 被判死刑 目前被关押在美国德克萨斯州监狱等待服刑 麦克尔·杰克逊和艾伦维德也被判处死刑 而此案中的第四个罪犯 布鲁斯尼克逊因为主动指人现场和交代犯罪事 是被指控二级谋杀罪成立获刑45年监禁 在这一条罪犯下的罪犯